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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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都还是做得蛮好的 不会有那种走线很歪啊 或者说这个裤子好像两个腿一个长一个短很不对称 没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但他们家有一个小问题就是部分衣服的尺码真的非常非常的迷 明明是S嘛 然后那个袖子就是长到像Elma一样的那种袖子 就是这个真的让我觉得特别匪夷所思 好 如果你对今天的这个视频非常感兴趣 并很喜欢这个类型的视频 不要忘记一键三连点赞投币哦 话不多说直接上今天的所有衣服 首先呢第一件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件这个牛仔的一件背心 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它整个这个牛仔的材质就是料子还是非常好的 然后呢整个版型是比较oversize的 其实对身高体重是没有太大的限制 我觉得整个上身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因为我本身的肩是比较宽的那种嘛 它这个穿上来之后呢 其实可以去修饰一下我的肩线 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这件衣服 每一次穿出来都会被大家问说 哎 你这件衣服在哪里买的 这件衣服的价格也特别便宜 只要73块钱 就真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值 穿起来就是完全跟那种淘宝两百块钱的牛仔背心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这个呢真的蛮推荐大家去入的 那我个人呢是很喜欢把它跟碎花裙搭配在一起 就是那种有点娘man平衡的一个感觉 第二个我在他们家买到比较满意的单品呢 就是这个毛衣背心 那总共呢我买了两个颜色 一个黑色一个白色 那这两个毛衣背心呢都是属于那种落肩的款式 你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肩这个地方比较长 我穿上来呢就是会到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首先呢它这个衣服走线非常好 没有什么外七八糟的一些走线 唯一一个不太好的呢 就扫下来的时候会觉得有点紧 如果头太大的朋友 这件衣服有可能会穿不近 这个衣服我非常喜欢的是很好搭配 就是秋冬你把这个衣服作为叠穿 穿在外套里面既不会显得太臃肿 同时呢又有那种非常好的一个保暖效果 因为整个它是比较厚的那种毛背心嘛 竖条纹呢会看起来比较瘦 显得你比较纤细 很喜欢的是它这个高领设计 整个穿起来就是给人一种非常洋气 很时尚的那种感觉 第三个我比较喜欢的单品呢 就是买了他们家的两条围巾 那这两条围巾呢 一个是真枝的生咖色 那我觉得它围起来的感觉就是很韩系那种 给大家稍微感受一下就是这种 有没有就是看起来 整个就是一个那种韩发儿的girl 然后另一个呢 我选的是这种有一点紫红色的 在镜头里看这个颜色呢 可能会觉得有点亮 但食物会比这个颜色稍微再深一丢丢 那反正是非常非常好看 很高级的那种紫色 真的整个的那个感觉非常好 它是做的仿绒的 不是真正的羊肉 这条紫色的围巾价格是38块钱 然后这个呢是35块钱 我觉得这两条围巾真的特别特别的值当 就是他们摸起来的那个手感是那种很厚实的 但是呢就是刚刚拆包装之后呢 它会有一点小味道 你可能需要稍微散一散 这个面料是有可能会起球的那种 不过我自己呢 其实家里是常被那种去毛球的机器 如果稍微起了一点球 用那个机器稍微过一下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毕竟这么便宜的价格对吧 你们就觉得这个紫色超线白 这个紫色就很好很好看 而且它那个围巾的长度就是也刚刚好 就是特别适合那种 你看就这样很韩饭的那种 然后再配一个大衣 哇塞 秋冬你就是这条街上最亮的仔 接下来呢是一条白裤子 在之前的秋冬穿搭里面 我也有穿过其他家的白裤子 但因为我之前买的那家白裤子已经下架了 很多朋友就问我说能不能推荐白裤子 然后就想说那既然要在南方买 就试一下他们家的 这条白裤子我真的强烈推荐大家去入 尤其如果你跟我一样 有一点点离形身材 很难买到好穿的裤子 那这条你可以去试一下 整体这个裤子呢就是走线还是比较OK 但是多多少少 还是会有一些小的这种线头 再买回家之后呢 可以自己稍微修剪一下这些小的这种线头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裤子还是比较特别 不是那种完全纯白 是有一点点那种燕麦白的那个颜色 然后呢它配的这个线是那种 就有点棕黄色那样子的线 上身效果也非常好 这个背面呢还缝了一小块皮 我觉得还挺特别的 就整个看起来就跟一般牛仔裤 还有一点不一样 还稍微有一点点自己的小心思在里面 而且这个裤子呢也是那种比较厚实的 就是那种秋冬穿的裤子 不是特别薄材质 还是用的比较好的 给你们看一下它整个的这个走线 真的就是还是蛮不错的 包括这个裤脚的这个走线 整个都是很整齐 不会那种歪歪扭扭的 所以我是觉得说它们家的品质 还是蛮OK的 你们觉得这个白色牛仔裤可吗 欢迎给大家打个分 这条裤子的价格呢是59块钱 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接下来呢是一件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件 纯蓝色的衬衫 不知道大家平时喜悲欢 穿这种纯色的衬衫 我个人就是真的觉得 纯色的衬衫特别特别好搭配 那这件衬衫呢 如果你穿不好就穿的比较普通 没有稍微打扮一下搭配一下的话呢 就很像在柜台里给别人办业务的柜台小姐 所以呢 大家如果在穿这个白衬衫的时候呢 尽量就是选择叠穿 或者说加一些饰品 或者加一些西装 但这个西装也不要穿的太合身 稍微有点oversize的那种 就会穿的比较高级一点 这个衣服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搭配 是在里面叠穿打底衫 白色的黑色的都可以 你穿了打底衫之后 整个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再配一件比较oversize的西装 我跟你讲 就是撒好吗 就完全不像柜台小姐 整个这个衣服的那个质感 就体现出来了 但说实在的 他们家的这个蓝色衬衫呢 不是特别的厚 如果你想买质量稍微好一点 比较耐穿平时上班 能够经常穿的这种蓝衬衫的话 我就建议你去入优衣库他们家的衬衫 那优衣库他们家的整个品质 包括这个厚实程度 都还是比这种就是1688的店要好一些 它这个真的蛮薄的 你们可以看到 就还挺透的 它这个材质呢 就是可能不是那么的好 所以呢就还挺容易皱的 大家每次洗完之后 一定要记得把它熨烫好 不然你下次再穿的时候 就是真的皱的没有办法看 而且我觉得衬衫这种东西 就是一定要熨 如果你不熨直接穿的话 看起来就这个人感觉特别的邋遢 大家在搭配的时候 还是要花一些小心思 花点时间这样子 不知道大家给这件衬衫打几分呢 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 超级无敌喜欢小黑裙 就是家里各种材质 各种长度的小黑裙 有非常的多 那接下来这一件呢 也是我很喜欢的 是一件黑色连衣裙 你们看它这个地方 是有这种褶子的一个设计 包括它的下板 也是这样子的一个 这种百褶裙的设计 整个的这个料子呢 其实就是普通的那种布料 它里面也是没有内衬的 蛮容易皱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洗完 晒干之后呢 就尽快把它运平 然后放一放 不然真的就是皱巴巴的穿出去 也不是特别好看 袖子这个地方呢 它有做一个小设计 是这样子有做这种灯笼秀的一个收口 这个地方有一点褶皱 大家如果对这种纯黑色的裙子 素素的比较喜欢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这条 接下来呢 就来说两件 我自己个人 有一点点失望的单品 主要呢 是对它的尺码感到非常的迷惑 第一件呢 是这一件紫色的针织衫 这件大家在淘宝上 应该见到非常非常多的店铺 有在卖 然后我自己在1688上 也在两家不同的店铺 都买了这件针织衫 我发现好像 不知道是不是可能工厂都是同一家 甚至是可能都是同一片的工厂 这件衣服的版型真的很奇怪 我这件买的是S 它的肩膀这个地方呢 是刚好的 但是袖子这个地方 真的就是聚长无比 完全超出我本身的这个 就是手臂的长度 就是我觉得它这个长度啊 甚至是已经有点到那种大号的那个大小 如果你个子不是特别高的话 我就不是特别建议大家去入 然后另一件呢 是一件打底衫 那这件打底衫呢 整个的厚度是挺厚的 但是就很奇怪 我不太明白 这个均马 为什么这么的大 你们看它这个袖子 这 What 嗯 这是一件均马 该有的袖子吗 你看这个宽度和这个长度 就感觉像是一件大号 甚至是加大号的衣服 就真的太过于大了 这件真的不太可怕 就我觉得大到我这种平时 可能穿S和M号的人 都会觉得说这个衣服在我身上真的太不太不合身了 所以大家如果要在他们家买打底衫的话 我觉得要稍微三思一下 那我个人呢 是推荐如果你们要买打底衫 还不如买我之前推荐的那优衣裤的打底衫 现在打完就只要79一件 也不比这个贵到哪里去 说真的我觉得这件打底衫 我弟和我爸都可以穿 那么1米7的人都可以穿 我一个1米6的就不参与其中了 那我个人最近呢 其实在1688上也有尝试 想买一些秋冬的短靴 然后来跟大家做一下评测和探店分享 但是反正我第一次买就有一点踩雷 所以呢就是我现在还在犹豫 有可能就是最后还是会选择 买同款 然后不同的淘宝店 然后来跟大家做一个评测 不知道大家对这种类型感不感兴趣 如果感兴趣的话 欢迎在弹幕里抠一个123 好啦那今天的这个1688直尾系列 就到这里结束啦 希望大家喜欢这样子的视频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希望影片都开心